好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它說疫情期間它的客戶有幾個常常拖欠它的款項 讓他們公司的現金流非常不穩定 之前有聽您在三寶店說有拖欠貸款的保險可以買 他想請問一下如果買了以後 是不是把所有客戶不付款的風險都放在裡面了嗎 如果客戶倒閉了以後也可以從保險公司索賠嗎 而且他的客戶會發生就是會不會覺得說他不相信他們 而且在他身上投保了呢這個價格很貴嗎 請這個郵小姐幫忙回答一下 好的 可不可以百分百都是保護你自己所有的客人都保進去 當然是可以的 如果你覺得疫情期間好多公司拖欠款項 而且看起來以前是給它30天60天延遲付款的 現在它什麼90天還不付 甚至打電話去 它已經那個貨都收走了 它公司已經不接電話 人去樓空說定倒閉了 這種情況保險公司都可以百分百的去幫你做承保 如果你有買這種應收賬款的一個保險的話 不管它是在美國 它是在外國 或者是它在外州 其實都可以保進去的 但很少人會把所有客戶保進去 通常在保的時候只會保有問題的客人 這些客人已經有這些跡象了 他以前曾經有這個不付款的情況 或者是看起來要倒不倒的你已經開始在緊張了 這種情況你要趕快跟保險公司來去買一個應收賬款的保險 這樣就能夠保護你 那他剛剛講說是不是不要讓他的客戶知道他買了這個保險 他自己背保險 覺得好像很丟臉 讓他們覺得不被信任 其實大型的公司像Best Buy 像New Egg 這一種都是在賣這種電器用品非常多的 他們電器用品的Profit Margin 就是賺的這個百分比非常低 他們通常都會被買這種保險 因為一被拖欠的這個 不管是三個月六個月 很多公司因為被拖欠 現金流不夠都會因為這樣倒閉 所以很值得買 而且他知道你有買 他知道你他自己本身被保險公司盯上了 被保了以後他就會優先付你款項 因為他知道保險公司會追著他跑 而且保險公司會把他放入沒有信用的黑名單 所以一樣這個Best Buy也好 New Egg也好 他如果只有一筆錢要去付貨款的話 他看到人家有這種應收賬款保險 反而會優先先付給你 讓你早點截掉 免得他被保險公司列入黑名單 所以這個保險其實你只要保 你覺得害怕危險的 那你不願意承擔這個風險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別人的額度都很少 比如說你每次給人家欠款就三五千而已 就是這麼幾千塊一點點錢 你就別買這個保險浪費錢了 但如果人家你每次給人家欠款 一個貨款是五萬塊五十萬的 那你就很值得買這個風險 因為一個五萬塊一個五十萬沒收回來 對你公司會是嚴重的這個重大損失 這時候你才買 那如果都是每次按時付款 你是跟政府在做買賣的 政府反正都會付款都跑不掉 那你這個就不用浪費這個錢 但如果你找的是那種大型的公司 每次這個貨款老是拖欠的話就值得買 所以這個很值得衡量 反正你這樣稍微算一下就知道 規避風險的話這個用保險是非常好用的 好的非常感謝附達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師 謝謝玉慧玲小姐給我們的解答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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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